你敢相信吗? 视频中这些爵士美人竟然可以吃 打几、嫦娥、武则天、花木兰、小龙女 这些惊为天人的作品竟完全出自于一个穷小子之手 他曾是一个不受老师待见的学杀 但他却做出了中国第一个被世界认可的蛋糕 一口气夺走了四个金奖 他一个翻糖蛋糕就要超过二十万 连马云都要排队等候 到底什么是翻糖蛋糕 从学杀到堂王 他到底是如何实现人生利息的 这里是网红故事圈 今天圈姐带你走进中国堂王周易的利息之路 周易1983年出生 四川攀枝花人 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 周易从初中到高中 一直都是学杀级的人物 高中毕业后 周易进入一个四川烹饪学校学习 很多人认为周易去了一个烹饪学校 以后就只能当厨子了 此时的周易再也不想做学杀了 于是他开始奋发学习 因为从小喜欢面素 后来他又拜著名的面素老师 王龙先生为师 拉个事后 周易白天做小工 晚上就练习练面人 好在周易在造型工艺方面 比较有天赋 没多久 他就开始摆摊卖面人 有时恰逢庙会生意好 他一天能卖八千块 而那个时候 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才一两千 但渐渐的 周易发现自己不太喜欢传统面人的形象 2010年周易来到了苏州 第一次接触到了翻糖行业 翻糖蛋糕是一种起源于英国的艺术蛋糕 这种蛋糕制作技术可以把花卉做得栩栩如生 经常用于蛋糕装饰 周易有了一种找到新大陆的感觉 他有了将中国传统工艺和西方翻糖技术相融合的想法 然而西方的材料不能感出薄衣的质感 于是周易用一年的时间研究配方 在做了上千次的对比后 终于有了像纸一样薄的材质 周易的创作大都是东方古典人物 从体型神态 大妆发服饰 每个细节 他都反复雕琢 为此他还去学习了化妆美发 圆灵设计 珠宝设计 服装设计和裁剪 甚至还有人体解剖 整容整形 根根分明的眉毛 灵气逼人的眼睛 仿真的咬唇装 还有夜夜深风的珠花布摇 周易说 翻糖作品既要赖看 也需要有灵魂 他会先了解人体骨骼比例 再做一个披子 在披子上 给人物一层层的化妆 做发型 带配饰 衣服如果有几层 还要先做打底裙 打底裤 泪衣 外裙 一层层的传上去 他所创造的绝世家人 个个栩栩如生 如千年前穿越而来 但正是因为太过逼争 还险些被误判违规 2017年11月 在世界最大的蛋糕比赛上 周易的作品 武则天 惊艳四作 特别是薄如缠衣的衣服 隐隐还透出了肌肤的光泽 为此 评委们都反复确认 衣服是不是只做的 最后周易扯下一块衣角 给评委尝过后 荣获了金奖 而罪卧忘忧尽 因为拉糖做的湖水太厚 无法切割 导致违规 但因为太过完美 组委会 破例单独给了铜奖 最终 周易摘得了三金二铜 成为了获奖最高的中国人 当主持人问 你来自哪个国家 周易骄傲的抬起头说 来了 从此 周易成为了中国 名副其实的唐王 八红以后 周易不仅参加了各大综艺 还注册了短视频账号 网友们看过之后 都纷纷留言 女娃要是有这手艺 我不至于母胎单身 还有大多数网友 在评论区众筹 让她出手办 还有网友说 这么绝美的蛋糕 谁舍得吃 真的不知 从何下口 如果给你一个 这样的绝美蛋糕 你舍得吃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网红故事圈 关注我 你想要了解的红人故事 都在这里 请看 お红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